大家好,我是Will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是曾经改变我的思想 让我从贫穷阶层里跳脱出来 甚至是改变我命运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 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还没看过的朋友在看完这个影片后 一定要去买来看 过后有时间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 因为这可能也是会成为改变你命运的书 而看过的朋友一定要再看一遍 重复看 直到完全弄懂为止 这本书的含金量很高 而且简单易懂 里面讲述的是穷人脑袋和有钱人脑袋的区别 书里完全摊开了有钱人的想法和做法 看完这本书后 你会仿佛晃了一个脑袋一样 不仅不会再对生活感到焦虑 还会帮你看透生活的本质 给你的人生一个很清晰的方向 它会打破你潜意识里所有的贫穷思维 让你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过去 是如何导致你现在的处境 你会知道童年经验如何影响你现在的金钱观 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形成了打击自己的思想习惯 曾经在我非常迷茫的时候 这本书就给了我一股力量 让我明白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它扫去了我内心所有的焦虑 让我能够装心一意的去追求我的梦想 实现我的目标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圈里的资讯 让你有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在忙也能跟上有钱人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这本书的作者叫Half Aker 在以前还没有成为著名的潜能训练师的时候 也是和普通人一样 甚至还要更困苦 从小家境贫寒 13岁开始打工送帽子 卖冰淇淋 摆摊子 还到过海汤上兜售防晒油 他在约克大学读了一年后 决定全心追求他的梦想 后来创业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他没有被这些挫折打败 又开了一家卖体育用饼的公司 这家公司在两年内快速成长 甚至开到了10家分店 后来他把这间公司卖给了1500强的企业 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可是由于错误的投资 加上大肆挥霍 不到两年他就把所有的钱花光了 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他痛定失痛 想回去自己的成长背景和金钱观 开始分析各种跟致富有关的内在思维 他发现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金钱蓝图 假如没有正确的金钱蓝图 那么就算一个人赚了大钱 钱也不会留在他身边太久 于是 他便开始彻底修改了自己的金钱蓝图 最后变成了超级富翁 从此越来越有钱 成功之后 他致力于帮助更多人实现致富的梦想 川办的潜能开发公司红遍全美国 每一堂课都几乎塞马了2000人到场 而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书 自出版后就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版的第一名 而接下来我将会用五点总结这本书里最重要的 也是我认为会彻底改变你人生的财富法则 看完了记得帮我点个赞啊 财富法则一 穷人认为自己不配 富人则觉得自己是赢得的 一定会有人说 怎么可能 我明明日失业想都想变得有钱啊 怎么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有钱呢 我不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 但是你知道吗 90%的人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都不懂得接受 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实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 我们大部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处罚 比如小时候的处罚是 你不乖所以不给你糖 而当我们长大了这样的处罚会变成 你不好所以你没有钱 带着这样的想法会导致你的收入有限 甚至会在潜意识里想要毁掉自己的成功 但是事实是 你有没有价值是你自己说的算 而不是别人说的算 如果你说你没有价值 那你就没有 然后你就依照你的故事版本而活 Aker自己发明了一句名言 如果100尺高的树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心灵 那么它顶多只能长到10尺 这是因为人心的本质 总想为了保护自己 而一直在找到底哪里出的错 我们要知道 想法产生感觉 感觉产生行动 而行动产生结果 你吸引什么样的思想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要改变自己的潜意识 就要找到会有这样想法的诱因 而这个诱因或许是你童年里发生的一件事 或者是无意间听到某个长辈对你的评论 就像很多人会有一种仇富心理 就源于从小到大都听了一句话 金钱是万恶之源 或是人有的钱就会变坏 又或者是有钱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吸血鬼 但现实是 金钱是中立的 它只会让你现有的自己更加扩大 你坏 有钱了就可以用钱去做更多坏事 你是商量了 有钱了就能用这些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也更有效率 所以这里得出一个结论 金钱是没有善恶之分的 金钱是因为被人驾驭了才看起来很邪恶 相反 金钱被善良的人驾驭了 却可以发挥出百分之两百的价值 能帮助人的效率也更高 所以要摆脱这种仇富心理 要摆脱贫穷 就要找出你的诱因 而这个诱因很有可能就是你一直以来都存在 自己却察觉不到的潜意识 财富法则二 有钱人大于他们的问题 穷人小于他们的问题 假如人生分成十个等级 而你现在处在第二级 但你面对的是第五级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会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呢 肯定是个大问题吧 因为对你来说 现在的你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么困难的事情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你现在是处在人生里的第九级 在你眼前的是第五级的问题 请问现在你会觉得这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呢 答案是小问题 你甚至会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在现阶段的你已经面对过人生无数的困境了 你的脑子里认为第五级的问题只是你每天都要处理的家常便饭 问题的本质根本就不在于它是第几级 而是在于你是属于第几级 如果你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这只说明了一件事 你很小 所以千万别被外面世界的表象骗了 因为你的外在世界只是你自己内在世界的反应罢了 如果你想要彻底改变你的生活 就不要专注于问题有多大 而是开始专注于你自己有多大 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不要逃避任何的问题 不要在任何问题面前退缩 想办法让自己成长 那自己就能大于一切问题了 财富法则三 有钱人根据结果拿酬劳 穷人根据时间拿酬劳 相信你一定听过这类的话 去上学 考好成绩 找个好工作 准时上班 领一份稳定的薪水 那你就会幸福快乐 可现实是 能让你幸福快乐的并不是稳定的薪水 因为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身边所有人的经验做判断 稳定薪水的人往往都不会太有钱 稳定的薪水并没有什么不对 追求稳定也很好 但如果它阻碍了你自己的能力 赚取你原本值得的金钱 那你可能就要生私了 穷人喜欢拿固定的薪资 他们希望知道每个月在固定的时间 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会进账 借此得到安全感 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要为这份安全感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那个代价就是财富 多数依赖安全感而活的人 其实是把自己建立在恐惧上活着 希望得到稳定生活的人 他们的内心真正在说是 假如根据结果来拿报酬 会害怕自己表现不好而赚的不够 所以会有一种心理 只要赚足生活费觉得舒服就够了 艾克尔曾经就遇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公关顾问要艾克尔每个月付他4000美金的薪水 艾克尔就问他给他这些能带回给我什么东西 我有什么好处 他回答至少每个月会看到价值2万美金的媒体报导 艾克尔则说那要是你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呢 他说他还是付出相同的时间 所以他应该得到报酬 艾克尔就回答 我没有兴趣付钱买你的时间 我要的是为结果来支付你 如果你无法产生结果 那我为什么要支付你 而且如果你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你应该拿更高的酬劳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吧 不会根据你所创造出来的媒体价值 付你那个数字的50% 就根据你说的能产生2万美金的媒体价值 那你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美金 这比你要求的还要多2倍以上 最后 这位公关顾问有没有买单呢 答案是 并没有 那他以后会很有钱吗 也并不会 甚至有可能更穷 其实想要赚大钱 就要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结果去收获酬劳 因为根据时间去获取报酬的话 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有钱人喜欢根据自己生产出的结果来获取报酬 喜欢从公司利润中赚得自己的收入 他们喜欢的酬劳是以获利百分比计算的 比如说 销售分层 有钱人相信自己的价值 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发挥价值 而穷人不是这样 所以穷人喜欢的是保证书 希望这保证书能带给他们足够多的安全感 财富法则是 有钱人专注于进攻 穷人专注于防守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玩任何一种运动比赛或者游戏时 只守不攻 那你赢得那比赛的几率是多少呢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 几乎就是零啊 可事实是 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大部分人实际上做的事情却是相反的 他们求的是生存和保住安全感 而不是创造财富和丰盛 他们最大的目标是拥有足够的钱 可以随时付账单 而且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奇迹了 但有钱人不这样想 他们想追求的是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达到丰盛 不只是一点点钱 而是很多很多的钱 多数的穷人都有个通病 这个通病叫做恐惧 穷人会让恐惧阻担他们的行动 那有钱人就没有恐惧了吗 不是的 有钱人就算恐惧也会采取行动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是因为他们懂得面对恐惧 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选择克服他 只有用强大的意念去面对自己害怕的事情 敢于从舒适圈里跳出来 才有可能从80%的人群里跳脱出来 脱颖而出 成为那少部分的以前人 前面我们也说过 意念这东西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当你的意念是拥有足够付账单的钱 那么你就会得到那些钱 那些供你付清各种账单的钱 而且一块钱也不会多 你们发现了吗 在人生的金钱游戏里 有钱人玩是为了赢 穷人玩则是为了不要输 穷人认为舒服就好 但残酷的事实是 过着舒服的生活 而过着有钱的生活 完全是天然之别 就好像中厂阶层的人进到一间高级餐厅 能点的菜不过就是比较中介的菜色 比如鸡肉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鸡肉不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鸡肉的话那也很好 但是也不可能每一餐都喜欢吃鸡肉了 事实是 任何在舒服层次的人 都会通过菜单上的价格为依据去点菜 假如一个人只是过着舒服而不是有钱 那么通常不会把视线往下移到价格比较高的那一区 因为那些都是比较高级的食物 就算很好奇 但也绝不会过问里面的价格是多少 这就是舒服和有钱的区别 这也是用来决定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的依据 艾克提到如果你只愿意做轻松的事情 人生就会充满困难 如果你愿意做困难的事那人生就会变得很轻松 财富法则五 有钱人欣赏其他的有钱人 穷人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 当我看完整本书后我发现一个真相 就是这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同的 每个人每个职务 甚至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生命 简单来说 这个世界的万物就是由能量所组成 而能量都会互相吸引 包括我们每个人 你欣赏谁你就会成为谁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艾克就透露了自己的经验 很久以前他开的是你那样破车 在路上换车道从来都不是问题 而且每个人都会让着他 但是等到他有钱了 换了一台全新的黑色跑车时 事情就开始变了 突然间 开始有人会在他面前插队 有时候还无缘无故的对他竖起宗旨 甚至被丢东西 这一切只是因为 他开的是一辆豪华跑车 穷人通常会用憎恨 嫉妒却用羡慕的态度 看待别人的成功 看到豪宅或是一辆豪车经过 他们会低估 他们真是走运 或是小声的骂 这些有钱的混蛋 你要知道当你用这样负面的眼光 把有钱人看成是坏人 而你想当好人的时候 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有钱 因为你不可能成为你瞧不起的那种人 因此想要成功 就要懂得欣赏其他成功的人 想要变有钱 就要懂得欣赏其他有钱人 用祝福来代替憎恨 用欣赏来代替嫉妒 当你学会欣赏其他的成功人士 你也会更愿意去靠近这些成功的人 自然而然你所获得的信息 人脉 资源 思维 这些最终都会让你变成有钱人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 把这正能量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 我真心的祝福你能在今年找到自己真正的自负之路 过上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分享高价值内容 帮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 甚至可以成为百万千万富翁 成为富人俱乐部里的一份子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Ryu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